过来哦 过来哦 好 蓝色 圆形 圆形 红色 方形 方形 一会儿方形 圆形 一会儿又是红色 蓝色 将肢体动作对照口令 来上课的长辈跟着老师 像是玩游戏一般气氛相当欢乐 这是新店区仁爱里关怀 据点所开设的玩游戏脑健康课程 老师许丽文表示 身体与脑部的连结 很重要 所以在许多动作上的设计 除了加强肌耐力 协调度 更重要的是 希望能够训练长辈的记忆和反应 这个过程里面 我要他们很多的反应 他们要喊 嘴巴动起来这件事 跟认知上面的支持度 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的设计的教案 是针对长辈的 他们很重要的需求 脑力的需求 就是认知的需求 还有身体的需求 活动度的需求 每周五上午11点在仁爱里关怀据点 一个小时的课程 让长辈们在伸展筋骨之余 也能够促进脑部活化 不少已经上过一起课程的长辈 都说来上课之后 不但身体变健康了 整个身心也跟着舒畅起来 全身满满啪啪的 结果下去做了这个感觉之后 马上就觉得说 好了一大半 然后感觉是比较轻松 然后整个人跟骨头都松了很多 骨头很柔软 还不错啦 动一动比较有骨头比较好 增加我们的那个肌耐力 或者是一些头脑那些的话 都是很有帮助 仁爱里里长蔡博健 有时候也会跟着大家上课 他笑说 他往往是那个最喘的人 很佩服每位长辈 都能够认真跟着老师做动作 也很开心看到长辈们 越来越健康 每次我在跟这些长辈上课的时候 我可能都是喘最大声的 就是很累 但可能是我自己也很少运动啦 那其实有在做的长辈 他们有的身体 其实反而是更强壮 那我觉得对于身体 不管是心肺功能啦 或是身体整个身体的精神 我觉得都会有改善 在上课的过程中 虽然都是坐在椅子上 但借由各项动作的设计 包括手脚关节等都要动起来 同时许丽文老师 也会分享正确的运动和身体知识 让长辈们都能够更了解 如何保健 里长蔡博健表示 目前不限定仁爱里里民才能够参加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加入 记者杨邦友 专方琪新店采访报道